公园来了一个神秘高手蒙面老大爷 把王铁锤的徒子徒孙们杀了个屁滚尿流 没办法只好把师傅搬出来了 我们看锤子能不能力挽狂澜 开局王铁锤当头炮蒙面大爷把马跳 红旗上马吹得出鞠 红的出鞠 黑旗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强挺七族 有意的让红旗走过河鞠 黑旗平风马 红旗挺兵 黑旗平炮对鞠 红的平鞠压马 黑旗退一手包 下一招准备打鞠 红旗在这里选择了最最激烈 最最毒辣的吉金中兵 黑旗补一手势 红旗没有再接着往下冲 他又走出一步比较冷门的停炮 这是一个老的变化 准备你捕像你打鞠 捕完像之后他再冲 以后跳鞭马 来一个盖马三锤 那黑旗选择了先打鞠 然后并没有飞向 直接上马 下一招就要充足展开反击 红的平均 对鞠退马 上来 再上马 你要是光这样走 那双方都不犯规 不变合棋 那红旗肯定不干 他选择退回来 那黑旗呢选择高居 给马胜根 而且呢以后呢 行过来要给你对鞠 红旗选择上马 黑旗呢先踩进来 红旗弃掉这个兵 黑旗吃掉 然后啊 再出局抓炮 这个旗你要是出局保 他再把马给你打掉 那这样呢你这个是属于一个五根巨炮 那黑旗呢就选择了一手平均对局 你要是吃掉 他就打过来 你把马打掉 他就有一个彩炮 在打马的旗 就属于一个交换 那红旗呢没有那样走 红旗选择连个霸王具 那黑旗呢就对掉 红旗吃掉 现在打着马呢 而且呢这边半种马腿 你也没有彩炮打马 拐吃一则的旗 黑旗无奈 就只有上马了 你一上马呢 你这个中路呢 又失手了 红旗选择 打足一将 黑旗呢 他也没有走这个向三进武 他呀走了一手 向七进武 那红旗呢 跳中马 以后啊就有一个平炮过来 下底闷杀的手段 黑旗 从炮来对炮 那红旗不跟他对 走开 这个旗你要是打一将 这个 红旗呢 可以选择普世 甚至啊都可以选择呀 上老将 御驾亲征 你虽然说打掉了一个向 但是呢属于孤军深入 犯了兵家大计 所以说呢他没有打 他回马 这个回马之后啊 俩 俩炮 瞄两个向 那他可真的要打了 红旗呢就把向啊 飞起来 飞起呢选择冲毒 红旗呢 平炮 中炮没有用了 平开 还准备下底来 找你一下 飞起呢就冲毒 准备啊以后赶快把这个锯啊 高上来 因为现在旗都进行到终局了 那发现呢还让一个锯 你再厉害你也不能让人家一个锯啊 红旗呢 高居捉马 就要踩你的足 黑旗呢 就选择踩边兵 那红旗呢通过这个顿挫 然后呢再把炮架上 架一个啊 进底炮 你一垫炮一杀势 这是一个杀旗 马也回不去了 他选择平炮拦住 那红旗呢平边炮 你要是高居吃我 我可以考虑走一手兵武定音 给炮胜根 下一招把一打足 先手打你的锯 底下要你的命 那黑旗呢选择来手出老将 红旗也是边炮发出 黑旗呢 也不管那么多了 进炮打你的马 准备啊 给你展开对弓 以弓带手 那红旗呢就忍让 黑旗啊 出局 终于开动这个大局了 那红旗呢 乖交马 避免他一些啊 进马之后啊 先手抓你的马 那黑旗呢就继续往下冲足 红旗呢就来一将 黑旗不敢进来呀 你进来这个 下底炮一将 你一遍 他可以再选择一手 进去杀中士 杀完中士 再平过来杀你这个事 他受不了 送上他老将不敢进去 停个炮 那红旗也是来一将 黑旗呢选择来一手落相 红旗平居过来捉相 这个相万万不敢丢 连个相 那红旗呢就把你过后足 干掉 干掉之后呢 还吃着马呢 黑旗选择回马 你要是平居当个双 他就回马踩你的中炮 给你交换 所以说呢红旗没那样走 他选择平过来 平过来之后啊 以后就有个炮击中士 杀底式的手段 黑旗回马 你回马保住 红旗呢 依然是炮红中士 炮红中士你不敢踩 你踩的话 这个杀式一将啊 把狱抽了 那黑旗就选择高居 红旗呢 把炮啊躲到这来 这个炮躲的呀 也是很有讲究 躲过来 绊住你的马腿 杀住你的士 你狱要是吃到 吃个炮 吃到这 狱连个躲的地方都没 他就杀式一将 你一上来 然后呢一平鞠 又叫杀又臭鞠 我就说了 你这个鞠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那不敢吃 人家又要杀式 那赶快退回来 保住 那红旗呢 再把炮啊躲开 飞旗呢 再选择浸泡 以后啊 他可以这样拦住 吃你的包 那红旗呢 就选择并无尽 飞旗呢 选择了 拼个炮 以后啊 可以平鞠抓你的马 那红旗呢 先进去 飞旗平鞠 红旗呢 就平定 飞旗进去 那红旗呢 飞旗呢 飞旗在前 飞旗呢 飞旗呢 退炮 固如底线 红旗呢 就上马了 飞旗平鞠炮 红旗呢 先执一手试 飞旗上马 以后有一些闪击 那红旗呢 就选择进鞠 飞旗进马 你这个打门功不成立 人家有个马守着呢 说说呢 红旗不理他 退炮大鞠 飞旗呢 鞠啊只能高一骨 红旗再把炮平开 飞旗退炮 红旗呢 飞旗捉他一下 飞旗再高炮 红旗下底 下矮道啊 准备再下底炮 就要轰你的试了 飞旗退居 红旗进炮 飞旗平居过来捉炮 那红旗呢 就大试 飞旗吃掉 红旗选择来一将 飞旗上来 红旗停炮 飞旗来捉 红旗停炮 飞旗退居来捉 那红旗呢 选择退回来 飞旗平居再捉 那红旗呢 选择退一将 然后啊 浸泡 把你这个居啊 封到这个底线 这个居本来在这个车库停转呢 到了半天呢 又停到这个车库里了 不发挥作用 飞旗进老将 红旗呢 把项一落 红旗把项一落 俩项连络之后 这个马呢 就有了出头之日 飞旗平居 那红旗选择了一手 上马 飞旗赶快高居 走住竹林线 那红旗呢 进炮 再来一将 飞旗 建居 红旗退炮 那你这个就不能再高了 你高他将 你退他退 那你属于长桌这个五根炮 算归 那选择了一手回向 那红旗呢 终于把马跳进去了 飞旗出老将避让 红旗呢 就平冰 飞旗呢 选择平居桌炮 红旗来一将 上来 退一将 下去 然后啊 退居来桌 给你对着干 那红旗一看 好不容易 这个区域可以有出头之日来 赶快交换 你要是吃麻呢 但人家又吃麻了 那红旗呢 就是先一将 飞旗只能进老将 然后啊 挂脚一将 带将 先把这个马呀逃了 飞旗你上老将 出老将 其实都一样 红旗呢 都是带将 先吃一个相 飞旗再进来 红旗回马 再一将 飞旗这次选择上老将 那红旗呢 最后 把马一吃 现在又要吃泡 又要吃马 必丢一子 关键丢完之后呢 光老将 人家这多子作兵 那这个棋呢 一看 大势已去 蒙面老大爷呢 也只好投资认负了